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县城一路驱车往中市镇方向走 因为前方的桥梁已经出现了坍塌 然后目前各项的维修工作正在紧张的开展中 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这个地方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徒步的方式继续的向镇区前进 从县城过来的一路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路况 这两天经过抢险能源的奋力的抢修 那么道路已经基本上被挖开了 就是车辆是可以通行的 现在我的后方就是通往中市镇的那座断桥 目前各方正在进行紧张的抢修 以期快速的恢复 前面也就是中市镇的镇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镇区主干道上的淤泥 还是非常的深的 然后这个是中市镇的卫生院 工作人员也正在加紧地进行清淤工作 卫生院很多药品都被水泡掉了 应该这边水就这么高 三米吧 现在我们开展日常医疗工作 还有消杀工作 就是点医疗保障 在大地亩保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